催生ChatGPT OpenAI執行長 阿特曼 十七號無欲謹遭董事會解職 董事會發聲明表示 無法信任阿特曼的領導 有報導指出 董事會不滿阿特曼 加快AI開發的速度 以利潤優先的做法 已經背離公司設立的初衷 引領生成是AI狂潮的OpenAI公司 十七號傳出人事大地震 董事會宣布 阿特曼不再擔任執行長 原因是無法再信任他的領導方式 阿特曼隨後在社群平臺貼文 內容僅表達很高興和OpenAI的同事共識 也沒透露下一步的計畫 阿特曼對於被辭職的消息 事先渾然不知 十六號依照行程出席了一場 人工智慧藝術應用的會議 OpenAI共同創辦人布洛克曼 在社群還原接獲消息的情況 阿特曼臨時被告知 參加董事會線上會議 就被告知解除執行長的職務 消息隨即對外公布 身為董事以及總裁的布洛克曼 並不在場 他和阿特曼都深感震驚 還在釐清事發的經過 阿特曼五月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 表明將全力配合進行負責任的人工智慧開發 不過美國媒體報導指出阿特曼主張應該加速AI的發展以及擴大營利模式和多位共同創辦人的意見早有分歧 OpenAI在二零一五年成立時是非營利組織 董事會成員並未持股 三十八歲的阿特曼擔任執行長期間發表生成是AI的 Chat GPT技術 對於全球社會各層面的影響至今還在發酵 幾週前OpenAI計畫以超過八百億美元的價格將持股賣給投資人 而阿特曼幾天前也才證實正在研發新一代的GPT-5技術 而他被閃遲的消息震驚了業界和自家員工 已經挹注OpenAI一百三十億美元 持股達百分之四十九的微軟 股價也下挫百分之一點六八 壽命站在執行長職務的科技長莫拉提對外表示 已經在第一時間和微軟達成共識 將持續支持OpenAI的研發和營運 公視新聞章鼠分編譯